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给大家一个数据 这是美国地质调查所的一个警告 你看到这个是安德烈斯 断层 安德烈斯的断层 在美国加州 其实地震上也算是平凡带 对 那美国好莱坞 其实拍加州大地震的素材 已经拍过很多次了 那今年暑假 有另外一个要上廊的电影 叫做加州大地震 同样把加州 已经弄到天翻地覆的感觉 也有人说 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导演特别说 因为地质调查所说 未来30年 加州发生规模8的强正可能性 从4.7增到了7% 我很好奇这数字怎么算出来的 那另外 尼泊尔 加州 那我们同样是属于 环太平洋地震代码 对不对 台湾跟加州市 对 那如果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那台湾的风险有没有增加呢 目前来说的话 刚才提到他们的数据说 可能从4.7提升到7 我想这个可能是 目前就是他们在计算的时候 一些统计方法的一点差异 那会造成这种数据上的一些改变 但是其实做真的4.7到7的话 对于一般人民的 民众的感受数来说 其实大概也都是很小 发生机率相对是没有那么的高的 可是他就数面 账面上来讲快一倍 对 账面上是看起来是 但是这个数值其实它的绝对量值 其实还是并不是那么高 那其实我觉得 目前来说找这种大的地震的 发生的机率来说 是有它的意义的啦 但是其实对于加州那些民众来说 或者台湾这边这里 也许我们更该关注的 不是那么大型的地震 也许到7或者是6的这种 可能在我们住的周边地区的这些 这些区域的一些研究 看看这些6啦 7的这些地震 他们发生的几率是不是已经偏高 这个可能对我们 现阶段的 居住在里面的人来说 其实相对是可能比较重要一点的 川大哥这个地震是否有那种像周期性的 从智力大地震1960年嘛 对不对 到现在又隔得快一假折的时间了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 每一个断层的接触点上 它的能量一直会不断地在错动嘛 所以地震学家会算的是 这个地区的周期 而不会是讲说是 全世界有一个多发的周期 所以1960年智力大地震 跟加州大地震 科学家不会把它连在一起 但是他们是因为1906年 就已经参大地震 是美国建国之后 一次的重创 而那一次的旧金山大地震 是一次的重创 所以美国的记忆就非常的强烈 所以从旧金山大地震 到智力大地震 这样的时间来算 他们没有去算这个 而是说根据他们 就后来做合作地质研究 大概130年左右 旧金山这边的安德鲁列斯断层 会要释放一次能量 要释放一次能量 所以他们科学家才会去担心说 130年的周期到了 旧金山这地方 130年的周期到了 所以他们会很紧张地 去做一些鼓吹 所以这130年 所以为什么 再过来是65万年的周期又到了 那是美国最紧张的 就是黄石公园 黄石公园大概他们也去推估了 是每65万年左右 就喷发一次 所以他们会很紧张 然后日本也很紧张的是富士山 因为富士山上次是保永大力震 1702年 300年周期 他们也到了 所以富士山如果喷发的话 东京就会很惨 像中国大陆在长白山那边 也做了很多的监测 因为长白山上次喷发的时候 是把渤海国给亡国了 所以也会 所以每个地方 每个断层带的接触点 像那个黎伯尔这边的话 他们是推不是80年一次 所以80年一次 所以才会有科学家很紧张地在 海地大地震之后 又讲了全世界有几个地方 你要小心 是你这个地方的周期到了 而不是全球的这个周期 那我问一下新年 那台湾这地方 有没有做过去的一个 历史上面统计的周期 像我们好像比较知道是921 这样往前推呢 其实台湾的话 像刚才提到这个 可能未来几年 会有多大的地震发生的几率 其实学术界或者工程单位 他们其实都有在做 类似的一些统计 去评估 未来有多大的可能性 那至于台湾的话 大概就是印象中 大概是921地震 这个是比较显著的 那在更早之前 还没有大一些地震 白河也是 然后1935年的新竹台中 那边那个列震 其实也算是一个 比较大的地震 那台湾的话 其实以监测的这个时间来看的话 我们有仪器 真的有仪器记录 大概就是大概100多年的 大概1900年之后 才比较日治时代的时候 留下一些记录 那其实地震监测的历史来说 可能也没有造成非常残 但是在这段时间 当然有看到一些比较大的地震发生 那周期性的话 这个可能还是 还是学术界他们 他们自己有一些的 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因为新年如果讲述 学个切群的年份数之外去代表 变成是预测 而不是测报 不过我们就敏感 敏感 那回到我们这尼泊尔 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 现在当地其实在救援的方面 比我们想象中的更缓慢 主要是因为 基土建设是差的 道路是不通的 他们也没有平常一个救灾的观念 我问一下这个Marco在那边当地待过 这一次很多救灾队我发现 其实尼泊尔他们 本来如果没有发生灾情的时候 他们的电就是经常不出现 很多医院如果动到一半没电 每天都要犯 因为他们就是我在 比如说在不仅是在那个 加拿马度那边 包括在其他的纳迦阔山上 班尼泊尔还有这南部的 旗旺都遇过停电 他几乎就每天他都会限电 那限电有个地方他好一点 他说今天大概是下午几点的时间 限电他譬如说两个小时 但有些地方他是无预警的 那你就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至于水的部分 水的部分就是 因为停电嘛 这就会停水 那有时候他就可能就是那种 发电还抽马达的那种抽水的 所以你在那个饭店里面 会遇到这种停水的状况 那就仰成说我们每天进饭店 都要自己带水 那甚至我有带水承机在手电的习惯 所以当地人据说他们问候 不是你吃饱了吗 吃饱了吗 而是问候说你今天停电了吗 对 当然可能是玩笑话 没有人这样子问我 不过我们会主动的去问他说 今天大概什么时候会停电 因为我们一定会 是真的有这样问吗 见面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是没有遇过 可是你一定要去关切 因为你知道它会停电 你必须要去问这个饭店 或问当地人说 这一个地区大概什么时候会停电 电什么时候会来 因为方便我们好作业嘛 因为很多东西要重点 对 就真的很像这样的状况 所以说可以想像现在旧灾没电 就没水的话 那是那种情形 那小姐你经历过这一次 你觉得人生当中有什么改变吗 我们在那天 在那里五天五夜都没水没电 然后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 真的在人生里面 因为你看到有呼吸的就是活下来 没呼吸下一秒钟 都不知道自己会是往生的人 所以我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 为什么我们会去想说去挣灾 因为想说你下一秒钟 你都不知道你的生命是不是能存活下来 那不如在这一秒钟 我们就去做一些帮助别人的事 就像我们晚上点一个蜡烛 没有电点一个蜡烛 看到那个蜡烛就像你燃烧这个自己 把光照料给别人 所以其实我们生长在台湾 是非常幸福幸运的 台湾真的非常幸福 在很多时候牵扯到一些 公共议题的时候 台湾人个人的一些想法又出现了 因为其实如果要面对地震 最好的是把我们的建筑拜更好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地震频繁 然后想要去推出灯 现在台北是最矮的事情 上一次那个六十天的地震 才到台北是最矮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